为什么你的伤光网上飞不起来 为什么你的伤光网上没有伤害 这些问题呢其实都很好解决 许多小伙伴对于网上的了解其实并不全面 本期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认真看完你的网上也能秀翻全场的 点赞收藏直接开始 第一点 伤光网如何飞天 我们教大家两个办法 我们先丢二技能出去 秒开大招 心理呢 莫属一秒后 直接滑动方箭往前走两步 然后呢 滑动方箭往后走三步 你就直接起飞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那么第二个办法呢 我们还是先丢二技能出去 然后秒开大招 还是心理莫属一秒后呢 再滑动方箭往前走两步 此时呢 松开你的方箭 往上就停下来了 对不对 但是头上进度条还在 对吧 如果此时你想往右边飞 我们朝右边丢一技能 然后继续拖动方箭往右滑 你就可以往右边飞了 很简单吧 假如呢 你想往后飞 我们就朝身后去丢一技能 然后方向键往后滑就ok的 非常简单吧 总之对面c位在哪里 你的一技能就朝哪个方去丢 然后冲过去盘秒掉就可以的 这一点呢 大家多练习练习就可以熟练掌握的 那么第二点呢 为什么你的婉儿没有伤害 许多小伙伴认为婉儿只要飞起来了 就是成功了 但是呢 单纯依靠飞天后的伤害 其实非常难带走对面的 尤其对面人多的时候 伤害就会分散 对不对 因此呢 你要明白婉儿一共有几种伤害 首先婉儿开大招后 我们知道每次穿过目标都会造成一个伤害 对不对 这个非常好理解的 那么第二个伤害呢 就婉儿成功飞天后 产生了一个后续伤害 这个呢 也非常好理解 那么第三个伤害呢 婉儿技能相互碰撞后 也会产生一个爆炸效果的 比如我们一二技能相互碰撞 可以产生这个爆炸效果 对不对 大家看到了 又或者是呢 我们大招跟一二技能相互碰撞 也可以产生多次的一个爆炸效果 大家这一点也看到 我都慢放了 紧接着呢 我们详细看一下 我们丢二技能出去 然后开大招踩上去 往前走两步 产生了两次爆炸效果 然后我们紧接着往后走三步 产生了三次爆炸效果 一共产生了五次爆炸效果 对不对 这点呢 非常容易理解的 那么第四个伤害呢 就是婉儿每次技能相互接触 还可以获得一次强化普攻的一个效果 这个伤害也非常高的 那如果我们还是先丢二技能出去 然后大招踩上去 可以看到 每次大招和二技能笔记发生触碰产生爆炸 我们都可以获得一次强化普攻的效果 对不对 这个伤害呢 也是非常高的 因此呢 可以看出婉儿的伤害其实是有四种的 那么你要做就把他们互相结合起来 如果前面有个C位 对吧 我们只需要丢二一技能出去 二一技能相互碰撞 产生一次爆炸伤害 然后呢 大招直接踩过去 大招行进途中 又跟一二技能相互触碰 又产生了多次爆炸伤害 那对面直接就没了 你根本就不需要飞起来的 因此呢 我们打团时你要做就是 让自己每个技能尽量相互碰撞 产生的爆炸效果 都发生在对面的人群里 这样你的伤害才能打出来 而不是单纯的依靠飞天后的伤害 然后你看每个人偶你都造成了一万多的伤害 对不对 输出非常高的 现在你明白上官玩怎么输出了吧 好了 本期就先讲这么多吧 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